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赛凤便是如此 她从不在乎别人的眼光 只讨好自己 她是僵尸先生中的人大小姐 她是月女剑中的阿青 也是与胡惠中齐名的最美景花 尽管李赛凤长相甜美可爱 但她的性格却与单纯无害的外表大相径庭 不争馒头争口气的执着劲头 让她拥有了别具一格的彪悍人生 三年前导演张继忠被爆出老婆出轨自己的干儿子 夜半时分 张继忠老婆立马召开记者会 拉上干儿子例证清白 并反咬张继忠有小三私生子 想转移财产离婚 这档狗血事迹在夫妻俩的相互攀咬中成了罗生门 却唤起了大家对李赛凤的回忆 李赛凤的丑闻与张继忠老婆的遭遇 几尽相同 但李赛凤处理的更为彪悍 21世纪初 李赛凤遇上了罗启仁 香港著名玩具富商罗氏家族的太子爷 这位太子爷并不游手好险 时任外科医生 他对李赛凤一见倾心 继而展开了热烈追求 李赛凤接受了罗启仁的追求 还拥有了一场梦幻的婚礼 过上了众女星向往的阔态生活 他一度是拥有幸福归属女星的典范 可仅仅过了六年 这份幸福荡然无存 他甚至被枕边人推入了千夫所指的境地 2007年 罗启仁向媒体发布离婚声明 并在声明中控诉妻子不检点 直言年已42岁的李赛凤勾搭上年仅20岁的干儿子宗天毅 暗示二人多次偷情 全港为之哗然 他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 写下了一本名为《双面人生》的书 在书里公开了李赛凤 不检点行为的始末 书中的他是个彻彻底底的受害者 罗启仁写道 一天他邀请李赛凤去看音乐剧 李赛凤以身体不适为由 推脱不去 等罗启仁深夜归家 上床休息时却发现 床和墙的缝隙处 有一只用过的安全套 他心中生疑 终于有一次成功桌奸在床 卫生间出来右手边是个小壁橱 我顺手打开 一双脚从悬挂的衣服堆里冒出来 宗天毅竟然躲在里面 连桌奸时的对白都记录下来 他呵斥宗天毅出来 宗天毅钻出橱柜后的第一句话是 干爹 干妈要带我去买内裤 过程如此清晰 妻子与义子又如此荒唐 罗启仁的愤怒仿佛完全站得住脚 民心所向之下 李赛凤形象净毁 铺天盖地地骂声向他涌来 李赛凤沉默了一个月 大家都以为不占理的他打算稀释宁人 谁知他同样发布一封公开信声讨 罗启仁狼心狗肺 夫妻二人的离婚大战正式打响 他在信中怒斥罗启仁劈腿在先 与两名艺人关系暧昧不清 为了离婚分割家产 给他泼脏水 两人的离婚官司足足打了四年 期间罗启仁与情人之一的汪小丽 大方携手公开出席法庭 一起对李赛凤对簿公堂 他又给李赛凤放狠话 我怎么样也要弄死你 这显然刺激了李赛凤 他也不再试图向大家证明自己的清白 而是一心要报复前夫 当时宗教电影《助念新星》联系到李赛凤 想让他出演其中一个阔态角色 李赛凤接过剧本 亲自将衣柜藏人情节加进去 随后又找来另有女友 但想在娱乐圈发展的宗天逸 两人亲身上阵出演这一幕 观众震惊不已 李赛凤近日完全不要名声了 他给出的理由却是简单又粗暴 他都可以编得这么夸张 我就叫导演拍得更夸张点 让大家看看这件事有多荒唐 强韧半生 人在身经百战后 要么遍体鳞伤 要么刀枪不入 李赛凤明显是后一种 他如此豁得出去的性格 其实有迹可循 不幸的童年带给他的磨难实在太多 李赛凤出生在香港的一个贫寒家庭 贫贱夫妻百事哀 七岁那年 争吵不休的父母就离异了 之后 他跟着父亲去往台湾生活 父亲很快又娶了新妻 生下了弟妹 为了供养弟弟妹妹 小小的他需要早起帮父亲撑起早点摊 以卖早点为生 在李赛凤的童年记忆里 凌晨四五点 他就得强征着腥松睡眼 忙前忙后 父亲让他炸油条 他会炸着炸着便睡着 被油花烫到 才会机灵一下醒来 没办法 这就是当时生活的样子 就这样一直到十三岁 父母离异后的孩子 就是个踢来踢去的陀螺 他又被送回了 在香港的母亲身边 新生活依旧贫穷又糟糕 李赛凤没有怨天游人 或是随波逐流 年少的姑娘 开始寻找赚钱的机会 一喜欢歌舞表演 他四处登台演出 机遇总是藏在生活的各个角落 十五岁那年 他在台上表演的一支舞蹈 让台下坐着的电视台导演 惊为天人 直接被选中出演了大敌恩情 李赛凤就此进入演艺圈 可拍了一部部电视剧下来 竟是一些娇俏可人的花瓶角色 他陷入了瓶颈 为了寻求突破 他几番周折认识了徐晓明 毅然拜师学习北派功夫 成名早 长相翘 功夫好 李赛凤的可塑性极强 加之拍起戏来就拼命 不怕苦不怕累 不久他主演的动作片 《天使行动》系列爆红 李赛凤一跃成为一线舞打女星 长期混迹在高难度高危险的舞打片场 受伤成了李赛凤的家常便饭 但其中最严重的 当属拍摄《猎魔群鹰》时的爆破事故 1989年 李赛凤和吕良伟胡慧忠共同主演《猎魔群鹰》 有一场戏是要他和吕良伟胡慧忠三人在爆炸时 从二楼跳下来 只见电光火石间三人冲到窗前纵身一跃 吕良伟体重原因率先落下 而空中的胡慧忠隐约被火包裹着 再看落在最后的李赛凤 整个人已经被熊熊火焰包裹着 已然成了一个火女 原来由于工作人员失误 爆破得太早了 导致胡慧忠面部大面积烧伤 此后吸引一年才得以恢复 最惨的是李赛凤 整个身体的神经都被烧灼得麻木了 等到医院上药的时候才感觉得到疼痛 后来谈起这起事故的赔偿问题 李赛凤放弃公司的赔偿 只象征性地要了一部分 当那个上了年纪的老板站在他的面前 低声下气地恳求不要告他们 李赛凤心软了 他心想 这个老人家都一把年纪了 自己还年轻 这一个结过了应该就会好起来 还是算了吧 索性积极配合治疗的他恢复良好 伤愈后 胡慧中在是否隐退的挣扎中休养了近两年 而李赛凤却立刻进入剧组继续拍戏 女演员花期太短 他一刻也不能停下 拍摄事故让他心有余悸 自打那次意外后 李赛凤就不再像以前那么拼了 以前的他凡事亲力亲为 后来只要是有爆破的戏份 都会再三确认 能用替身的就尽量不要亲自上阵 他用一句话来形容自己的武打生涯 我赚的每一张钞票 都带着粘稠的血和汗 一眨眼 李赛凤年近三十 作为一个观念传统的女人 他觉得这时应该结婚生子了 他向往着一个温馨幸福的家庭 于是他没怎么深思熟虑 拉上一个还算喜欢的人 毫不犹豫地低调隐婚 李赛凤不愿于公众窥谈他的隐私 他隐瞒得天衣无缝 所有人都不知道他在那两年里 完成了结婚生子这一项人生大事 怀孕时的李赛凤仍然很拼 前期继续拍舞打戏 到了后期他做起舞蹈学校 挺着六七个月的大肚子跳舞跑步 没有人怀疑他的异常 隐婚对夫妻二人压力很大 最后婚姻走至尽头 他们和平分手 儿子被李赛凤带走 他暗暗发誓自己一个人 也能照顾好孩子 为了能经常陪伴在孩子身边 李赛凤逐渐退出荧幕 把精力放在了开办舞蹈学校的事业上 儿子健康长大 舞蹈学校经营的有声有色 如果没有遇到罗启仁 他这股不服输的执着劲头 带给他的将是一个完美结局 经历了两段失败婚姻 落得了一个声名狼藉的下场 如今 已经是54岁的李赛凤 依旧孤身一人 但他活得很坦然 除了面庞上增加的那一丝丝 记录下岁月的皱纹 李赛凤不见老态 身材易如往昔 头发茂密森黑 忙时叫人跳舞 闲时登山旅游 肆意又潇洒 世上没有悲剧和喜剧之分 如果你能从悲剧中走出来 那就是喜剧 如果你沉沉于喜剧 那就是悲剧 对于李赛凤而言 他这满是低谷的人生 没有遗憾 不算悲剧 你沉沉的 你来说 你来说 我来说